聖金大健24歲時成為韓國首位思讀 短短一年後更成為首位殉道者 聖金大健24歲時成為韓國首位思讀 金大健的故事包括他艱苦的旅程 由韓國到澳門、菲律賓和中國 為成為思讀讀書 同時要逃避迫害 故事記載是這部新電影《誕生》 電影在梵蒂岡手影韓國天主教團體在場觀賞 電影的主演說這樣令聖人的精神 保存在這個對他非常重要的地方 電影除了紀念這位韓國聖人誕辰200周年 電影的名字也是關於天主教會在韓國的起源 就是金大健1846年在首爾附近殉道之後 來自韓國的聖座聖職部部長余興直書基 也在場觀看手影 他說這位韓國神職人員主保聖人的生命和死亡 繼續在韓國和世界各地啟發新一代天主教徒 電影導演說除了紀念金大健丹神 也希望電影可以啟發年輕人跟隨聖人方表 追尋靈修 電影手影讓人在梵蒂岡重新寄起聖金大健 最上一次是1984年 當教忠若望保禄而世將他封城 另外梵蒂岡上個月宣布 一個12英尺高的聖金大健聖像 將會放置在聖伯多六大殿外牆 在梵蒂岡城牆內永遠紀念他 旁正 Ashley 她很少在乎 只能沒有表演 她真的很輕鬆